杨幂是中国娱乐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她是一个充满魅力和个性的女孩 在娱乐圈中有着独特而高的荣誉 她对角色的塑造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的优雅和自信受到许多观众主义者的喜爱 首先 杨幂凭借独特的美貌和出色的表演天赋 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女神 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与她的笑容相得一张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荧幕上 她都能通过演技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她以温柔的情感表达和出色的演技打动观众的心 让人对她的表演赞不绝口 除了长相和演技天赋 杨幂还凭借自己的个性和独立形象 在娱乐圈中拖颖而出 她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独特的个性 她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其他领域也同样表现出色 她是一位富有爱心 心系社会的慈善家 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 杨幂在娱乐圈的成就也就令人瞩目 从演艺生涯的早期开始 她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潜力 凭借出色的表演 她成为了多部热门影视剧的女主角 并获得了多项的奖项和奖项 综上所述 杨幂就是一个充满魅力和个性的女演员 以独特的美貌和出色的表演天赋 赢得了众多观众人的喜爱 她独立的性格和优雅的形象 也让她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 无论是颜值 演技 还是个人成就 人们都对她充满敬佩 杨幂和谢霆锋领结婚证 此消息一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 然而就在讨论这张婚事的时候 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王菲被指为第三者 此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了舆论的惊讶和争议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奇妙的故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明星的婚姻 总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明星夫妇杨幂和谢霆锋的婚姻 一直是备受关注 从合作电影的相爱到逐渐公开恋情 杨幂和谢霆锋的爱情故事 一直是让人感动 因此 当他们结婚的消息传出时 人们都以为他们可以像童话里的 王子和公主一样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的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有匿名举报人称 王菲与谢霆锋有染成为第三者 消息一出 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 粉丝纷纷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 因为作为电影界备受尊敬的演员 谢霆锋一直给人以诚实正直的形象 作为一代天后 王菲对于自己的形象也被大众抱有很高的期望和钦佩 因此消息传出后 人们无法理解 也无法接受 面对这一指控 王菲极力否认 并通过律师发布声明 宣布将对造谣者提起诉讼 与此同时 谢霆锋也在微博上解释了自己和王菲的关系 表达了对婚姻的忠诚和尊重 两位明星都对恶意造谣采取了强势立场 促使人们重新调查这一事件 不过 这一传闻并不仅限于谢霆锋夫妇的说法 很快更多的新闻片段开始浮出水面 有人声称亲眼目睹了王菲和谢霆锋约会的照片 有人质疑杨幂和谢霆锋结婚前后的行为变化等等 这一消息不断打破人们对杨幂和谢霆锋婚姻的看法 又让人质疑王菲 有些人支持她认为这只是恶意诽谤 其他人则对她表示失望 并对她的造谣深感愤怒 我们不能对此案忘加地评论 事实往往比谣言更真实 只有研究真相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 名人是公众人物 他们的光环和荣誉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误 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个案件 不要盲目听信谣言 不要盲目相信某个明星的美好形象 不管最终真相如何 这件事已经给杨幂 谢霆锋 王菲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他们的形象和婚姻受到质疑和影响 很多人对这对明星夫妇表示怀疑 甚至对他们的作品和努力感到失望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 明星也是普通人 有自己的私生活和情感纠葛 不要对一个人太理想化 也不要对别人太严厉 这个故事的启示是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不要轻易相信谣言 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隐私 不要对他人的婚姻和地位进行五端评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选择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决定 并祝福他们幸福和理解 总之杨幂和谢霆锋结婚的消息让人瞩目 而王妃被指第三者的传闻更是充满了质疑和争议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客观 不能盲目听信谣言 也不能过分地批评他人 只有尊重他人的隐私和选择 才能真正地理解和关心他人 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1999年成熟的谢霆锋遇到了刚刚结束婚姻的王妃 在彼此相识的那一刻 他将她视为偶像 而在深入了解以后 他将她恨作自己的爱人 在那个香港媒体风气云涌的时代 他们之间的一切都被揣测和曝光 刚刚陷入爱河的情侣受到了舆论的纠缠 然而相爱的人又怎么可能害怕困难呢 王妃从来不是一个隐藏自己的人 既然我们相爱了 就让所有人都知道吧 因此2000年的一次派对结束以后 面对媒体的询问 王妃毅然而然地牵起了谢霆锋的手 王妃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拉着的谢霆锋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谢霆锋凝视着他的爱人 目光炙热 让观众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他深深的爱意 从2000年到2002年 这两个人进入了热恋阶段 他们是备受娱乐圈关注的明星 也是彼此心中唯一的爱人 随着时间流逝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王妃谢霆锋的感情发生了裂痕 这么多年互相陪伴 多少困难都走过来了 也收获到越来越多的祝福 到这个时候竟然走不下去了 有句话说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难道很多事情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吗 爱不一定能冲过所有阻碍 日子是自己过的 我们谁也不是当事人 到底经历了什么 看来也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了 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在这段本就一直备受关注的感情里 想不为人议论都难 消息迅雷不及掩而之事 就传到了谢霆锋耳朵里 气得谢霆锋直接发文澄清 和王妃的分手传闻 还狠狠地骂了造谣的人 谢霆锋为了王妃怒怼谣言 可以看出他特别地在乎王妃 并且维护他 别再说两个人分手了 谢霆锋他超爱 咱就是说破镜重圆也太好课了 两个人兜兜转转 几十年的感情由暗到明 由明到暗 峰回路转 也太戏剧性了 这十年来 有很多传闻称 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也有很多新闻报道说 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 并最终分手 他们似乎不再追求激情肆意 更倾向于稳定持久 过去的经历使他们互相影响 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彼此 命运的齿轮或许就是这样 相爱的人百转千回 也还是会相爱 兜兜转转之后的重逢 又何尝不是一种极致浪漫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缘人终会遇见